今年的房屋税已经开征了 缴纳期限自5月1号起到6月1号为止 特别提醒今年房屋税缴纳期限并没有延期 请民众注意时间 要在期限内完成缴纳 以符合纳税人应尽的义务 特别提醒的就是 今年所得税有全面的延期 延到6月30号申报 但是房屋税是没有全面延期的 因为房屋税是查定课程的 比较没有申报群聚的问题 所以记得民众还是要来 在6月1日前来提出申报 那只有两种情形呢 民众可以申请延期分期 一个就是如果受到疫情影响 有被居家隔离或检疫 那可以检附相关的证明来申请延期 那可以延一个月 那如果说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没有办法如期缴纳税款 经济上受到影响 那也可以来申请延期分期 那最长可以延一个月 那也可以分期 分期可以分36期 也就是三年来缴纳 那如果需要的民众可以来 向税务局提出申请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许多旅宿业者生意大受影响 新竹县税务局也贴心寄出减税方案 业者可以依实际情况 申请使用情形变更 来减轻租税的负担 如果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以至于营业状况有所变 比如像是饭店旅馆业 它可能住宿率降低了 那就可以来按它的 以漏称为单位或按实际面积 来申请由营业用的 房屋税率3%降为2%的税率 那这样就可以减省1%的税负 那所以需要的一些 严历事业或餐饮业 都可以来提出申请 109年房屋税单已经全面计发 提醒民众开启家中的信项做确认 若没有收到 可以向地方税务局申请补发 凯博新竹简书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